HELLO 大家好, 歐國杯四強我相信大家都不意外 也是我上條片的分析裡面, 都差不多都沒什麼大的意外 西班牙、法國、英格蘭和荷蘭, 都叫做四對是不是傳統競女 荷蘭都應該算是, 雖然冠軍他們不是落得多 但是大家心目中應該都會當他們是強隊的 來到西班牙和德國那場八強的比賽真的很精彩 幸好我們那天能夠選擇這場比賽 兩邊的球員, 真心沒什麼發揮得差 說到最後找很艱難才找到一個, 新來踢得頑皮 教練兩邊都高水平的發揮 你換一次人, 我針對換一次人 然後大家好像梅花間竹 你出一招, 我出一招 真心是賞心願目的一場比賽 真是很可惜 八強就已經是, 結果就出來了 德國就是離開了今屆的歐國杯 主辦國有點可惜 如果這場球放在四強決賽 味道就會更加好一點 但是沒辦法 我自己覺得 德國就出局都不是真的冤枉的 有一點點跟不上節奏 看到德國隊的中場比較老賣一點 跟道簡、卻奧斯、安德烈志或者安利簡都是 西班牙是爽快點、靈活點的 如果不是說太快換走一隊逆風 可能西班牙就沒有那麼辛苦 但是總括來說 雙方的差距不是大 只不過 類型上面有些不同 一隊打得慢一點的節奏 一隊就真的年輕活力 所以看上去 西班牙高一點 但是真的 你說差多少呢 是差少少的 德國隊如果好運的那麼多 可能拖到12碼 就不是這個結局 但是西班牙的晉級我覺得實至名歸 是吧 就是由第一輪、第二輪 是吧 到第三輪 大家對他就真的完全是信服的 是吧 一場比一場更好 是吧 經歷過不同類型的比賽 對上強隊 一樣都是贏得到 是吧 年輕得來 又有些的 就是銀勁 是吧 這場被人追和 其實在別人的主場威勢下 都不是那麼容易撐得住的 結果反勝 再贏一次 是吧 最後一分鐘就不用得國隊的42碼 但是 他們贏得來都很慘的 因為呢 有球員受傷 也都有球員要停賽 最後就是卡華組 還有就是 李洛曼特 就是這兩位的後防球員 一位中堅一位右閘正選 就停賽了 代替他呢 就會是 捷失斯羅華斯 或者中堅呢 就有拿早就好一點點 但是實力上或者後備兵員 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還有 帕迪 立場就很早階段 已經被對手踢一兩東西 就已經是離場了 相信呢 他都沒什麼機會可以再出得翻 或者四強就肯定趕不及了 儘管看看決賽有沒有什麼奇蹟 莫拉達就叫做不幸之中的大幸 因為呢 在比賽的過程中 電視轉播 是說莫拉達在後備席 就吃了一張王牌 但是呢 隨後就很神奇 這些這麼低級的犯錯 竟然 真是錯了 沒有吃到王牌 所以他就在四強的比賽 就不需要停賽了 就叫做 隊長可以繼續領軍出戰 就好一點點 另一邊的法國對葡萄牙 我自己覺得就0比0都不意外 我上次分析 就覺得法國隊的防守 他真是最強的 沒有什麼邊隊 說真的想咬進去 就咬得入了 四場球 不僅僅 五場球 失一顆而已 只是憑著這件事 就咬得入去四強 但是他的攻擊力 就真的很弱 莫巴比這一場 就撞在地上 撞到人 鼻子痛痛的 又換走了他 除了他之外 其實 沒有誰能夠擔到 大騎入球 你看到單比你看著他踢球 真的看到 火都來 吸完 扭完 過了 很厲害 最後的腳就抽上看台 法國隊的個個都是這樣 但是葡萄牙都是這樣 甚至葡萄牙的板斧更加少 所以 你就 被法國又守和你 一直撐死你 去到12碼 他們又準備十足 五射全中 所以你都幾難說 法國真是 那麼容易 可以有人搞得到 甚至去到四強 西班牙 是不是能夠穩勝法國呢 我都覺得 不是 法國 不比德國差 德國就空球好一點 但是法國的防守硬度 還有紀律 中場後防的平衡程度 是比德國要更加好 所以西班牙對著德國 都是僅僅入隊一球 九十分鐘內 對著法國 隨時都未能撕破對手 如果你比法國 偷了你一球 真的西班牙都可能會無力回天 所以這場球 可能是一個攻守的對碰 陣地戰 是吧 誰贏 很難說 英格蘭 就繼續都是長長 五五波 由頭五五波到尾 沒有什麼變場 真是說打得死對手 是很大上風 變陣 修夫基都有一點點順應民意 你說我打4-2-3-1 不行 4-3-3 不行 是吧 要變回3-4-3 好我變給你看 但是結果 他變4-3-3出來 是等於沒有變的 因為右邊擺回薩卡 查比亞擺回左翼位 根本 是換湯不換藥 陣形 就叫做變了 但是其實 擺位 球員踢下去 又是差不多 因為查比亞擺去打左翼位 左閘 他都是攻不了的 其實他都是縮回去 薩卡 你擺後一點 他都是攻得 你擺前擺後 其實那個分別都不大 你打逆風勤力一點點回來 等於是逆位 逆位 攻多兩腳 等於逆風 所有東西 就只不過 是 表面上的東西 實際上 我自己覺得 不是說 真是很大的 側面 沒有的 所以 你看得到英格蘭都是這樣 差是差不入 然後就0比0 拖到最後 一個失誤入一球 被人入了一球 但是 一落後 他就追回和 不是第一次的 別人不入你 他又不入人 你沒有輸 他又不敢冒險 輸了 他們發了 一攻 他又入到 但是黑人爭在 入完追回和 他又立即變回膽小如鼠 整隊縮回後 你看到他 現在擺明居馬打三後衛三中堅 縮起來打五後衛 又守死了瑞士 手下手下手下手到120分鐘 結果就12碼贏了 你看得到 你在 落後 你是追到的 兩三次都是這樣 就是告訴你 其實對球 是個心態的問題 就是不敢冒險 不敢攻 就不是能力有問題 能力 其實個個都真是頂級的球員 唯獨一個人 就真是私人讀潮水 就是 Folden Folden哥哥 就真是 不行的 你怎樣為他遷就 擺一個雙公中 多些的靈活程度 他仍然都是消失了 在一場球裏 這次 亦都是被換走 亦都是 跟著又贏了 所以Folden 我都不知道他怎麼算 四強決賽 理論上一個公平的準則下 他是應該被打入後備直 是吧 你都沒有 真的沒有任何東西是值得的 說是 其中一個正選 你說薩卡 入球靚波 幫你 搞定 這場球就靠了他一個 之前比寧涵入過兩球 哈利 衰極 他都入過兩球 是吧 Folden做過甚麼呢 甚麼都沒有做過 儘管看看 收夫基 會不會真是最後 在臨尾的階段 關鍵的時候 敢不敢做這一刀 但感覺英格蘭 真的有練過12碼 人們射出來 每個風格都不同 而且球球刁鑽 東尼 連不助跑 他都射到很刁鑽的 死角球 但是 是窩囊了一點 肉酸 但是 又真的可以 在下線 對著弱隊 滾滾滾滾滾滾滾 沒有問題 四強 對著荷蘭 荷蘭對著土耳其 其實他們踢得並不算好 這場球 我就真是 金睛火眼看著荷蘭 你究竟有多少 因為我很想知道英格蘭能否贏得到 但最後 先落後 被土耳其搞定一顆 然後沒有甚麼力度反撲 其實荷蘭攻勢都不是多 有很多下都其實土耳其 還攻得比較好 但是又被他把握得到 林毅 而壽命下 就 老中堅的迪惠 就頂入了一球 跟著 就到家譜 就是一個 漂亮的 搶點入攝 就是撥到烏龍球出來 這樣的情況下 你又覺得他們的精神力又不差 因為你在這些 去到七十幾分鐘 是吧 都緊張 很大壓力下 你入到球 亦都冷靜 堅持 然後又死手 守住 其實感覺 不比英格蘭差 人都差不多 實實正正 應該要拼命的時候 他們又拼得到 來到最後四強 兩隊差不多的發揮一下 如果大家都打三中堅 其實真的很相似 這兩隊 前面沒有把握力 後面 都算穩陣 沒有特別大問題 英格蘭打得慢 又不是說 很頑皮 所以兩隊這樣對碰 來到四強 就更加謹慎 可能又是一場 軍勢之下 不冒險 好保守的 滿戰 再來到加時 十二碼 是不能夠排除 有機會到荷蘭那場 又要來那十二碼 凌晨三點 四強 之後 決賽 全部都是凌晨三點的 球 可能又要打到六點 才能夠 分到高下 我的預測 四強 繼續 我都是覺得 西班牙是輕微佔上風的 法國隊 就要看看西班牙有沒有犯錯 如果西班牙不犯錯 照計都是他們會繼續 都是押著的 不要後面 一開球失一球 給法國 就會是應該是主導那一隊 而英格蘭對荷蘭 都會是勢軍力敵 我相信 對瑞士那場 差不多的形勢 哪個進級 就真的要看看上天 哪個發揮臨場 好一點 那隊就會贏 現在看上去 上次 西班牙是第1 英格蘭第2 現在 繼續都是西班牙 英格蘭第1第2 西班牙就落到三倍的勝出 就是 這個冠軍的賠率 英格蘭緊隨期後 3倍半 法國再緊隨期後 3倍75 大家 三隊看上去 其實都是 可以說是叮噹碼頭 差了0點多 就不是什麼 唯獨荷蘭 懶少少 但我覺得 以這個賠率來說 其實是挺划算的 荷蘭隊 對著英格蘭 我真心不覺得 他們高低差那麼遠 真的差不多 入到決賽的話 還有什麼高低呢 都是沒有 以荷蘭的紀律 我覺得 對著法國 又是五波 小組賽試過一次 是吧 對西班牙 都是這樣打 都沒有什麼 真的要 多調整 對著強隊 他們反而打 underdog 其實都OK 所以 四隊我自己認為 表現上 就只有西班牙 稍為出眾一點 但是在我眼中 四隊冠軍機會 是很接近的 就不應該說 有哪一隊 真的高很多 去到五點幾倍 我就認為荷蘭 是真的 有少少 是高水一點 說完歐國杯 我們就講回曼聯 主要今天就是講 助教的班底 因為新的助教 正在來 最後會跟進一些 買賣球員的進展 助教班底 大家都是公開的秘密 雲尼斯杜萊 和Renny Hacker 兩個人都會加盟曼聯 兩個禮拜前 開始傳聞 來到今天 你看到 今天 因為 我們曼聯的球員 就開始報導 回去卡林頓 這個時間 其實差不多 因為 歐國杯完了 一兩天後曼聯的 熱身賽 就已經開打了 所以其實 剩下大概 都是一個禮拜 多一兩天 計算星期六日 可能他們就會 繼續休息 其實 這個時候的報導 是不早 亦都不遲 傳媒 當然會 在卡林頓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面孔 或者發掘到什麼 真的被他們抓到 這次 就看到Renny Hacker 和雲尼斯杜萊 一起在同一輛私家車 右手邊 是不是Renny Hacker 我就不敢說 因為對這個人 就不是很熟悉 但是左邊那個雲老 其實就相當之容易認 我相信 真的是兩個左教 今天是一起回卡林頓 兩個可能回來 簽約也好 或者幫他介紹一下 或者幫他 introduce 進來一個新環境 其實都要 雲老好一點 但是Hacker 就未來過英格蘭執教 來曼聯 更加是沒有那麼熟悉的 所以 其實都預料 就是取代這兩位的人兄 雲達高 就是我們現在的助教 同時 就是 麥卡倫 都會 叫做平排 但是應該他會走 以及 Benny McCarthy 就是兩年前 加盟 我們的南非 這個進攻前鋒教練 似乎兩個都真是會 前後腳拍拖 一起離隊 雲達高 其實當年 跟Tankhart 一起 在即是過來 所以呢 通常 助教 一起過來 那份藥是 捆綁的 他的藥應該 至少還有一年 因為Tankhart那份 懸約就去到2025 雲達高應該 都是到2025 所以如果他要走 他不想走 你是要賠錢給他 即是把那個薪資 就賠了給他 除非 他自己找到新球會 然後又願意 協商解約 否則就一定 要賠錢 有傳聞就說 他想再做回主教練 這個都人之上情 教了兩年 萬聯 過過人 在萬聯做過助教 亦都想自己 做回一號把手 去執教球隊 看看以後有沒有機會 去帶球隊 其實他做過主教練 只不過 他就在 何月 亦都在 阿積士的 B隊 做過主教練 不是一流的領隊 你在二流聯賽 做主教練 轉做左教 又不可以說是 降職 其實都算是一個正常的 法律 跟過阿積士 跟過萬聯做左教 再出來 希望會轉到 成為一個 河甲 即是一流聯賽的球隊 主教練 合河車 所以看看 他會不會找到 一隊球隊 未的話 可能暫時 都會留在萬聯先 Benny McCaffrey 就沒有什麼大傳媒 會有報導 他的原因 更加多 就是 對他 不是說 很滿意 所以 可能換走他的 味道 就比較重 因為 他是 中期加盟 就不是 跟廳客在一起 所以 他的約 就由 2022 簽到 2024年 到期 所以 理論上 簽到6月30 今天 都7月中 7月8日 其實 他都 到了期 事實上 他應該 已經 離職 但是 暫時官方 未有宣佈 可能 想等 新的教練 埋了班 先再宣佈 所以 暫時 未有消息 兩個走 兩個來 很明顯 都是針對性的加強 想在 訓練場上 更加多得力的助手 去支援 廳客 雲佬 大家熟悉 以前曼聯的 神射手 我們的傳奇 前鋒 明顯 一定是更加擅長進攻 他的球員時代 執教的時候 其實都是 攻強於手 看回他 個人的經歷 其實他早年 踢球的時候 就在PSV 現豪分 是跟過 波比粒神 波比粒神 真的年代久遠一點 但是 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紀的球迷 應該都聽過他的 他不是曼聯的 波比 但不是波比 柴爾頓 也不是白賴人粒神 他是波比粒神 這一位的教練 是英格蘭 或者英國本土的 傳奇級的教練之一 他 在不同的國家 執教過 這個 已經是很少的 英國本土的教練 通常都在英國本土教 很少出國 而且成功 他 去過西班牙 教過巴塞 教過普超的兩個 Bamba Sbooting 好像教過波圖 也在本土聯賽 教過紐卡蘇 這些球隊 也教過英格蘭的國家隊 他本人 也代表英格蘭國家隊 就是 拿過一屆世界盃的 電軍 四強其實對當年英格蘭來說 都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所以這個人 是一個 相當高地位的人 波比粒神 亦都是摩連盧的啟蒙恩師 當年摩佬 就是跟著他 在這個普超 跟著他做他翻譯 跟著他去巴塞隆 繼續做他的翻譯 然後做助手 然後就是 有他跟哥迪奧娜的 那段故事 曾經同期在巴塞出現過 所以這個人 一定跟過他 是雲老是會學到一些東西的 跟著 PSV之後 就當然是過來曼聯 跟過費Sir 但是跟費Sir的東西 就很多弟子都不是很成功 但是始終 你有跟過其他人的 我相信 會在費Sir 也都是拿到一些東西 最後 就跟 斯朗有些 不是很夾 有些爭執 費Sir 選了留下一個年輕的斯朗 就賣了雲老去皇馬 跟著他皇馬 亦都跟過一位 明瑞卡比路 跟著之後那幾位 就差一點 就是這個 拉穆斯 一般 當年的明星 也是一般 蘇斯達 一般 帕列堅尼 之後也都教過 曼城 教過一些 西班牙的 維拉利爾 等等的 球隊 都算是一個 二流 頭 去到 騙車邊 一線的教練 所以他跟過很多教練 應該 都可以拿到很多 珍貴的經驗 去到 2018年 他退役 執教 PSV U19 開始 跟著就兼任 荷蘭隊的助教 跟過 朗勒高文 做助教 亦都回到PSV 跟著做二隊的主教練 然後就有個機會 在二、二、三年 接手PSV 一隊的主教練 那一季 其實就 很好 那個戰績贏了 一座的 荷蘭波的冠軍 51場 入了126球 相當高的記錄 PSV 都不是說 超級 超班 那個年代 在兩、三年前 都仍是 跟 阿積士 跟 或者 飛燕樂 幾隊都差不多 所以有這個紀錄 你就可以看得出 他對進攻 是有一套 勝率64.71% 亦都是相當之不促 所以雲老的能力 一定是 已經得到勝利 其後他自己辭職 亦都有些報道說 跟高層 不是很合 他就 聲言高層 不支持他 可能就是在轉會上 有些不和 跟着 二、三年走後 到今天 都仍未做 跟着 拒絕了搬來的主教練的職位 來到曼聯做助教 他的野心 很明顯 劍指曼聯的主教練的職位 而 Randy Hockey 就有少少 跟雲老都有些出入 差距有些大 因為 雲老 頂級球員 在皇馬效力過 跟過很多的出名的主教練 而Hockey 其實他的球員 是不成功的 他的生涯 就在 安慢的 何甲的升降機 何甲何瑜都有打過 一隊他都入不了 青年軍 就知道自己入不了 一隊就淘汰了之後 他就決定不踢球了 不踢職業的球隊 轉了去大學 讀一些體育相關的學位 同時就考教練排 接著 就回到自己的球會 清訓球會 安慢 然後 轉了去村敵 20日 在青年軍的層面 執教了很多年 十多年 在青年軍打滾 打滾了十多年 其實都可以說 這個人 並不算特別飆青 因為如果你很飆青 那些三十多四十歲的教練 很快就被人提拔 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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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得很快 平暴清雲上一隊 他就沒有 都在下面打滾 亦都是因為這一段的經歷 就跟Tank Huck 是有相遇過的 即是當時他也在村敵 正在做事 Tank Huck跟他都在村敵的 青年軍球隊教過 接著Tank Huck 就早過他一點 就升了去一隊的助教 但是他那時候 仍然都是在做村敵的 U-19的領隊 所以其實Tank Huck是升得比他 而到Tank Huck 在2015年 跳了幾次 跳到去拜仁慕尼克的B隊 跟著跳回來 然後教了Go Ahead 然後再轉去 烏德力茲 做到領隊 然後到Huck 捱出頭 在村敵 從林士領隊升了 正領隊 所以他倆 在荷甲 做過同事之餘 亦都做過對手 所以就是他倆的隊友 但是我沒有找回他們 當時的隊友的記錄 但肯定都認識了很久 這位的Renny Huck 其實他個人的執教成績 就不太好 他在村敵 兩年左右 就被人解僱了 然後就再向下流 教一些再小一點的球隊 流下去 河粵教 然後到2020年 先上德河甲 再次執教烏德力茲 就是在廷克走了之後 他又去了烏德力茲 會不會是廷克曾經 在背後推薦過他 這個都不能夠排除 因為他兩個的軌跡實在太像 他教完烏德力茲 又被人解僱了 接著就去Go Ahead Eagles 2022年 亦都是廷克執教過的球隊 但是這次 他的成績就挺好的 教出Go Ahead Eagles 在荷甲裏第九 已經是他們的球會 十幾年來的最佳成績 所以 最近是OK 亦都沒有被人解僱 而這次 是我們去Go Ahead Eagles 就是 折克 是想取得他 我相信 應該都有給一定的解約金 都會有賠少少錢 所以這個教練 有一種草根的感覺 打拼上來 不是什麼天才標青的人 但是你看看他執教的枉職 好幾隊球 做了好幾任的主教練 每一隊 他長均失球 都是多於1.5球 所以有理由相信 他都是一位偏向進攻的教練 所以理念上 就跟廷克有點像 理念上 廷克都是一個進攻型的教練 只不過 他在曼聯 就不太成功 今年 做到 這兩年 都是有少少 尷尬戒戒 可能球員 未能夠 盡 如他意 所以打不出 自己的圖 希望 得到這兩位助手 亦都在這個轉會槍上 買一些 他喜歡的球員 就能夠打出 好的進攻 希望這兩位助教能夠幫到手 還有一單 就是龍門教練 Richard Hartis 將會約滿離開球隊 這位都是老臣子 最近加盟 2019 來到今年 五年 之前 他都在馬聯 執教過 所以 教了很久 亦果斷 將這些老臣子 送走 現在 會請一位新的龍門教練 都是未官宣 亦都沒有拍到他的照 但是 都板上釘釘 我相信都沒有什麼走雞 就叫做 Law 他的名字 很小心 露威娜 因為如果你讀得 你發現原來跟狗狗的品種 露威娜 是差不多 但其實沒有關係 露威娜 這位 龍門教練 前 班尼的龍門教練 在班尼執教了四年 就在甘斌尼手下 做助手 只是訓練龍門 他是過去十幾年 退役之後 他都是做龍門教練 其實他不老的 都是四十幾歲 退役 可能十年 總之一來到 就做龍門教練 他是一個更加強調 passing 更加強調傳控 其實做得甘斌 來的助手 就肯定是 所以 其實都幾適合 萬聯 我們都要改朝換代 龍門你換了新的風格 教練還是老風格 強調破舊的龍門 其實就有少少未必那麼合 兩個月前 他被阿職士簽 但是現在 再度挖角 你就可以看到 萬聯在兩個月前 是 No idea 很明顯 對他的教練 完全沒有 idea 那個時候 你不做 然後 當然會被人簽 到現在 這一個月 你才確定 班底 你才知道 要找 廷克熟悉的人 或者適合他的人 現在再做 你就要 真的請阿職士幫幫手 別人簽了 兩個月後 你又去挖人 是有些 不太好 但是 對於 盧維娜來說 當然是千載難防的機會 他教得搬離 當然想上英超 留下英超 搬離 亦都在萬市旁 等於差不多不用搬家 搬離 在萬市附近 現在他去了阿職士兩個月 我相信 他在英國 那些東西 還未清理完 可能現在直接回到舊居 都差不多 儘管看看跟阿職士會談得如何 他同樣都是荷蘭人 亦都效力過 安曼 這對就是Renny Hockey 效力過 亦都效力過PSV 就是 雲老效力過 亦都效力過 川帝 即是 又是 Tank Hart Renny Hockey 都見過 亦都試過 去荷蘭U20幫手 可能又跟雲老相遇 我有理由相信 這四個人 Tank Hart Renny Hockey 雲尼斯杜萊 和這位 盧偉娜 四個人 是互相認識的 是吧 事少 可能有個別 一個和另一個 是不熟 但是 一定其中一個 他們是認識的 這個bonding 就會對下年 執教上的配合 我相信是會有 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之前 在曼聯的教練 Tank Hart 只有兩個人 就只有 麥卡倫 和雲達哥 其他那些 其實全部都不是 他們 在溝通 你知道Tank Hart 英文又不是很好 甚至教練 都未必是英國人 他自己 英文都不好 溝通上會有問題 這四個都是荷蘭人 他們就非常之容易溝通 再加上麥卡倫 亦都在荷蘭效力 執教過 其實這五個人 我相信是會合作無間的 所以就 以今年的變動來講 你會看得到 是有很大的決心 是改進我們的 執教教練班子的水準 我很期待 下一刀 就是 踢下去的體能教練 因為這兩個 就還是舊班底 亦都是相當重要的角色 儘管看看 在未來一個月 在臨開季之前 就能不能夠再找到 好的體能教練 接著就講轉會 雲迪碧 有少少爭議 傳聞他只會以 50萬左右的新價 加盟基朗 非常之低價 百賽價 當然 亦都有寶菲 說他有很多 add-ons 有幾百萬 很容易會得到 出場就可以了 還有一些難一點的 可能基朗拿到前四 或者 在歐聯拿到成績 這樣就會再有 可能是 雲迪碧入十球 或者五個助攻 等等 有些難一點的add-ons 但是 這個價 其實就 不是說 很 不公平 因為 以他在上年的表現 在法蘭克福 是甚麼表現都拿不出 以他的表現 你很難找人 真的想出錢買 如果你說你免費免簽 都仍會有些求會出手 要出錢 出一千萬二千萬 其實有更加多更好的選擇 他的年紀也不小 再加上過去三年 是沒有停過受傷的 是吧 一直都維持著 有傷病 這個紀錄 其實沒有甚麼人會很開胃 對你有興趣 都已經算是如此 加上 一年合約 你的barkening power 很小 所以我覺得 有人要就算好 不用 負責他的人工 十幾萬磅 周身 如果 基朗拿能夠吃光 其實對曼聯來說 已經算是一個 不錯的 止蝕的plan 亦都祝他好運 如果真的去到基朗拿 打得好地地 幫我們找多幾百萬的add-ons 就最好 這個球員和曼聯是一個 美麗的誤會 或者不美麗 總之就是命運的竹龍 至於隔年活的清晰 也是備受關注 現在他就拍到 已經出現在在曼市 跟蘇利泰利 在一起 應該都是 私底下在訓練 有些報道都說 曼聯放了一個extended holiday 可能都不想他回來曼聯 因為平身肢節 反正 如果真的決定了賣走他 你讓他回來復操 稍後又有些額外的波爛 就不好了 所以 似乎都是想賣走他為多 但仍然都未確定到會去哪 因為好幾隊都說 報價 不能夠達到 曼聯的心理價位 三千多萬都給不到 很多都是出千多兩千萬 的報價 現在最新的消息就是 最努力 想work on 這個deal 跟曼聯有共識 是 發甲的馬賽 我相信 本人 綠木 自己都應該很心急 一定是push 緊求他 盡快決定 或者放他走 因為他都需要 快點確立自己的新生活 現在有小朋友 是一個成熟的男人 有他的伴侶 伴侶 想早點定 你再不知道 又搞到 沒有心儀的地方去 其實整個家庭 我相信他現在思考的東西 比自己多 希望他能夠快點有個決定 接著到收購 舒克斯 似乎真的是塵埃落定 到了最後的階段 就是選擇他 AC米蘭的 伊巴希莫域 現在做了AC的高層 已經公開說 他們放棄了 收購舒克斯 沒有對手 就得 AC米蘭 而他們放棄了 應該曼聯 都沒有問題 我相信 要買就買到 現在報道也都說 曼聯是通知了 對家 博洛尼亞 就說我們會出解約金 4千萬磅左右 3千4百萬磅左右 4千萬歐元 個人條款也都不會有問題 所以就似乎看起來 就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而迪列特 就都是相似的情況 我看不到說有什麼大的問題 應該似乎是會簽到他 接著 唯一的資折就是 他的球迷的反對聯署 就由上次的影片 幾天前而已 在2萬5千的簽名 到今天 已經上升到 6萬2千多 就埋近6萬3 所以拜仁 似乎就是 球迷的壓力 就越來越大 但是 就未見到拜仁 有什麼backdown的主意 可能都是會堅持賣走他 或者預料 我自己覺得 舒克斯和迪列特 就會是我們的 第一 第二筆的收購 大概會用了我們 大概 8千萬左右的預算 其實這個 在一個月前 都有一個消息 就是說 曼聯是想盡快 將自己手上的 主要的預算 大概就是8千多萬 賣走了 先用了 不要說三心兩意 先用了兩筆 接著的收購 就會依靠 賣人的 profit 或者到後期 借走了 有些薪資空間 出來 就會再收購 其他球員 其實現在 看上去就很似 而最後 其他的收購 肯定會包括 一個左閘 現在傳多一個 新名 上次就說 列基朗 現在就說 哲維爾 車路社哲維爾 我是 不明白 這個傳聞 為什麼會傳他 這個當然是事必有因 但是 以他的傷病紀錄 過去兩年 他沒試過 沒有什麼大的傷病 是沒試過的 一直都有些事 大大小小 膝蓋 有什麼什麼 肌肉傷 其實你會見到 你看車路士的比賽 他真的出兩三場 有傷幾場 其實跟蘇爾 沒什麼大的分別 所以我是 不能夠理解這個選擇 還有他的年紀都尷尬 去到27歲 那麼多傷 你就不會 期望他能夠完全康復 變回 一個健康的身體 又不是真的很年輕 你當打 但是當打得來又容易傷 其實是沒什麼意義的 唯一的解釋 我自己查回他的經紀人 即他的代理人 就跟文露 和蘇爾是同一個 可能 個人認為 像一個經理人的 放風 或者經理人 主動向曼聯提議 經理人當然想他轉匯 可以收到 一筆轉匯費的佣金 都很合理的 他跟你有做生意的 亦都很合理 會向你提供一些 或者提議一些 球員的選項 然後自己放風 可能會有一點點推波作爛的感覺 或者亦都引起其他的球會 想要 哲維爾的 你很快點來 就裝模作樣 萬聯有興趣 引你快點出別 都不出奇 未必真是 真正的興趣 但是 如果你說同年紀 要買這一類的當打的後備 我真的寧願要烈基朗 他的受傷是遠遠沒有 哲維爾那麼嚴重 還有他有黑 發揮出來的水準 其實哲維爾上年跌得很厲害 烈基朗 就好像翻生了 我覺得無謂盲目 為了英人這個名額 去做這些 真的不按理智的收球 我希望 不要做這一單的轉匯 今天講到這裡 未來兩場的 四強 我預計 我都應該會做完 但兩場都會是 三點凌晨的比賽 儘管看看大家 撐不撐得順 撐不撐得順 可能去到決賽那場你才撐得頂 連續一個星期三天 都不是那麼容易 好嗎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幫我訂閱我的頻道留言 按like 下次再見 拜拜